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别着急 在学做手工作品之前 我们还是先在自己的周围寻找一下所需要的材料吧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把点准备好 和我们一起找材料吧 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是卡纸 绳子和纸杯 好 材料已经找好了 接下来要活动一下我们的手指了 一起说 十指拇指碰碰 十指装指并拢 做把剪刀剪剪 我的手指好灵活 好 手指活动开了 然然老师赶快教我们怎么做吧 好 首先我们先拿出四张彩色的卡纸 把它重叠 把四张卡纸同时对折 好 现在我们在卡纸上画出这样的形状 然后我们把它剪下来 这个步骤我们会用到剪刀 所以小朋友在剪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对 这个卡纸折在一起之后比较硬 小朋友如果不能完成的话 可以请爸爸妈妈来帮助你们 剪好之后我们就得到了四个这样像热气球的形状 然后我们拿出其中两张 把它再加强地对折一下 然后我们用胶棒把它像这样粘起来 好的 我们看到老师的这个方法是非常好的 这样呢 我们做出来的其实不是飞机啊 这个热气球呢 就是非常的立体了 好 接下来我们拿出一根麻绳 我们要把它固定在热气球的这个位置 然后 因为我们之后要挂起来 所以我们前面要留出一小段 拿出胶带 把它固定好 好 粘好 粘好以后就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拿出两张另外没有粘好的 把它按相同的方法固定好 然后我们把它粘在一起 粘好以后它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拿出冰激凌盒来为热气球做吊栏 我们的然然老师呢 用的是这个冰激凌盒做的啊 当然了 如果小朋友的家里 有其他的东西可以代替的话 比如像这个一次性的纸杯 小纸盒 都可以来做刚才的这个部分 但是呢 注意如果是用过的 一定要把它洗干净哦 我还准备了一张红骨盒绿棒棒的照片 把它放到吊栏中 这样我的热气球就准备好升空了 我的就做好了 你们的呢 好的 我们的也做好了 快看 我们这个吊栏呢 是用纸杯做的 但是都涂上了漂亮的颜色啊 是的 我们的这个照片也已经放在里面了 有红果锅 绿泡泡 还有小咕咚哦 所以我还把我的热气球装饰了一下 哇 是不是更好看了呢 红果锅就是喜欢与众不同哦 对了 好 我们来看看小朋友的 好 看佳佳做的 哇 吊栏里面做的谁呀 是我 哦 好漂亮啊 好漂亮呀 做的真好看 可以自己咕咕掌 佳佳 我们一起咕咕掌 做真棒 好的 那我们都已经学会了 不知道我们好朋友 木木有没有学会呢 对啊 哇哦 木木也学会了 第一步 将四张卡纸对折 在上面换出热气球的形状并剪下来 第二步 将剪好的卡纸对折粘在一起 第三步 将绳子粘在热气球上 并将剩下的卡纸也粘好 第四步 将钓篮与绳子固定在一起 这样热气球就做好了 四张卡纸Unis